福利清华大协在28日教师节当天 为纪念退休物理系教授李怡言 特集办尽心立命追师音乐会 及一座清华简以上古时新书发表会 看刚刚的短片大家也很清楚 他一生除了在教学研究之外 其实他也是一位学生 因为我们知道学无止境 知识是没有界限的 那么他对我们的启发 是我们的典范 这本书里面有一些李老师的经句 教育没有万灵丹 的确 教育学习是需要努力的 需要耕耘的 需要爱心 需要时间 在今天我们要为李怡言老师 他这本清华简以上古时的新书发表会 做一些报告 那其实新书发表会一般都由 作者来献身说法是最理想 但是可惜上帝没有给价 所以今天就由我来报告 这本书是李老师晚年最后的作品 那这是从他2016年到2020年 主要这四年之间 那他跟我讨论主要就是有关于上古时跟清华简的部分 我想说李老师在天之灵应该会感到很欣慰 我觉得他这一面文章是他这辈子写最好的 所以才会去办那一次的名堂 而且他内心非常高兴 所以他在清华简单出来那里写了一行 只有几个字 但是他非常感谢我 所以我们的交情就是四十年 大概就是这样的知识上的缘分 我们今天在教师节特别有意义的日子呢 我们安排以音乐会的行事来追思 当时由清华大学艺术学院张芳宇院长 带领医院系学生的演出 以情无缘怀尽爱的李宜宇院教授 1964年李宜宇院是当时物理协界第一位 在国外拿到博士协位后回国服务的协者 他在清华大学三十年 若育英才无数 备受学生敬佩与敬仰 李宜宇院老师呢 是我在一辈子的学习过程里面 对我影响可能是最深的一位老师 那我在1973年进入到清华大学物理系求学 那个时候呢 很少知道说有一门课会影响我们这么深远 因为那门课呢叫基础物理 所以我一辈子呢 最长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呢 都是跟着李宜宇院老师 他除了这个身教研教之外呢 他对于我们班上呢 事实上都有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影响 我回想一下我在清华的时光 尤其是那两年 当初我在大一和大二的时候 修老师的基础物理学 这两年受到老师的教诲 受到他的熏陶 在思考的严谨 在这个对于工作的热忱 全新的投入 让我受惠良多 以至于说我在往后的求学 工作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今天是在李宜宜老师的追思 活动会上面 那我也表达我对他最大的敬仰 对他的感恩 以及对他的怀念 李教授一生自奉简约 将毕生积蓄8500万元传爱清华 这笔金款额度 对清华来说 可说是前无古人 对未来学术的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资助 传爱清华计划也设立了 李宜言新火相传基金 用于补助新进教师 采购贵重的仪器设备 我想我们会谨慎地执行 传爱清华计划 发挥李老师传爱清华的 典范精神 李老师喜欢古典音乐 早期典藏黑胶唱片数百张 也一爱清华 让优美古典音乐旋律 通满校园 他的原来的唱片可能从1940年代 一直到1980 最后一张可能是这一张 是1987年出版的 那你现在听的这一张就是 陈碧仙在香港录音 那时候是他全盛实情的录音 是霸他的 非常的有趣 老师早期也编撰物理学中文教材 以1967年出版大学物理学试册 至今仍是学生重要研读书籍 同年也获得教育部中三学术奖的殊荣 更以1969年获选为十大杰出青年 也是1970年科学月刊创刊人之一 他博学多文 喜欢历史及人文 退休后写成科学与历史记著 他拥有物理学专业背景 但对于文学等各方面研究 并不亚于物理学成就 因为我过去就认为说 这是一位物理的学者 非常优秀的学者 没有想到在物理以外 他有这么大这么深的涉猎 有这么大的贡献 这对我也是一个新的很大的启发 意思是说除了原来的工作 原来的学习以外 事实上在往后还有一片 很大很大的天地 可以去在里面驰骋 他的知识面 是我所碰到最特别的一位学者 他对古典音乐 对文学 对史学 对哲学 各方面都涉猎 事实上我后来转行到文科之后 好像还很难摆脱我老师的阴影 每一个领域 有时候在很多的学术场合 都会碰到他跨界的参与 所以我想这个李老师 很可能是台湾物理学的教育方面 最特别的一个人 所以李老师一直强调多元学习 跨出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局限 我想今天呢 教师节让我们再一次的来 回想教育对我们个人 对台湾的未来的意义 李教授一生注意英才 他求之若可 尽心立命的精神 承然为清华人 实践孝训 自强不惜 获得债务的典唤 公民记者 王正逵 林淑言 新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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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